曹操于氏上表推荐 并由朝廷批准 命中瑶以氏中兼私立校尉持福杰 监督关中地区诸军 还授予他不受法令制度约束的特权 中瑶到达长安后 发送文书给马滕韩岁等 为他们陈述厉害 马滕韩岁表示服从朝廷 各自派遣儿子到朝廷任职 充当人质 袁树在寿春登籍做皇帝 自称仲家 改九将军太守为淮南隐 作为京都最高行政长官 设置公卿百官到郊外祭祀天地 佩国相陈是陈求弟弟的儿子 从小跟袁树是朋友 袁树用文书征召陈 又劫持陈的儿子做人质 以求一定能召来陈 陈回信说 曹将军重振朝廷权威 将扫平叛逆 我以为您也会同心协力 辅佐汉家王室 然而您却阴谋不轨 以身试祸 还要想我应私废功 阿富于你 我宁死不从 袁树打算 委任前任 衍州刺史 金上为太尉 金上拒绝后逃走 袁树将他杀死 三月 县地下诏 派江座大将孔荣 持伏接到叶城 任命袁绍为大将军 监管济州 青州 幽州 并州四州的军务 夏季五月 发生蝗灾 袁树 派遣使者韩印 把自己称帝的事 告诉吕布 并乘此机会 要求为袁树的儿子 迎娶吕布的女儿 吕布让女儿随寒印回寿春 陈担心 徐州跟扬州联合在一起 祸难更难平定 就去劝说吕布 曹操奉迎天子 辅佐朝政 将军应该跟他同心协力 共上大计 如今要是跟袁树 递结婚姻 必然招来不义的名声 将会有 危如累卵的处境 吕布也怨恨袁树 当初不肯接纳自己 吕布的女儿 已经随韩印上路 吕布便将他追回来 拒绝了婚事 并给韩印 带上刑具送走 韩印在许多街市上出展 他的人头被挂起来势众 陈想让儿子陈登 去觐见曹操 吕布坚决不同意 正在这时 县帝下诏 任命吕布为左将军 曹操又亲自写信给吕布 对他大家未免和拉拢 吕布大喜 立即派陈登 带上谢恩的奏章 和答复曹操的信 前往京师 陈登见到曹操 指出吕布有勇无谋 反复无常 应该尽早对他下手 曹操说 吕布狼子野心 确实难以长期豢养 除了你 没有人能够洞察他的虚伪 随即将陈登 陈登的官制升至中两千代 并任命陈登为广陵太守 临别的时候 曹操握着陈登的手说 东方的事情就委托你了 命令他暗中联络不重 作为内应 当初 吕布曾要陈登 请求朝廷任命自己为徐周牧 这请求 遭到拒绝 陈登返回后 吕布大怒 拔出起来猛击捉案 喊道 你父亲 你父亲劝我跟曹操联合 拒绝袁树家的婚事 如今我的要求被拒绝 而你们父子却加官禁绝 只是我被你出卖罢了 陈登不动声色 慢慢地回答说 我见到曹操 对他说 养将军就好像是养虎 必须让他吃饱 不然的话就会吃人 曹操却说 你说的不对 实际上是跟养鹰一样 只有让他饿着才服从命令 如果让他吃饱了 他就会展翅高飞 无处寻觅 曹操 就是这样讲的 吕布的怒气 这才平息下来 袁树派遣大将 钱勋 乔蕊 跟韩仙 杨凤联合 共有步骑兵数万人 直逼下批 分七路 进攻吕布 吕布当时有步兵三千 战马四百匹 恐怕抵挡不住 就对陈说 今天把袁树的大军给招惹来 是由于你的缘故 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陈说 含仙 杨凤 跟袁树只是暂时联合 没有永久的利害 也不能维持长久的团结 我儿子 陈登玉良 他们 就好像是几只公鸡 绝不能同时住在一个寄窝里 很快就会离散的 吕布采用陈的计策 写信给韩仙杨凤说 二位将军亲自护送天子 从关中出来 而我亲自杀死董卓 都为国家立下大功 如今你们怎么能跟袁树一起做贼呢 不如大家合力击破袁树 为国除害吧 并且答应将袁树的军用物资 以及粮草 全部分给他们两个 寒仙杨凤收信后大喜 就改变主意 与吕布联合 吕布大军逼到距离张勋迎债摆布的时候 寒仙杨凤部下同时倒戈 呼喊着一同冲向张勋的营中 张勋等四散逃命 吕布军队追击 斩杀袁树十名将领 其余的或被杀死或落水淹死 袁树大军几乎全军覆没 吕布城市与寒仙杨凤合兵一处 前往寿春 水路并进到达中离 一路上烧杀抢掠 又渡过淮河回到北岸 留下一封辱骂袁树的信 袁树亲自率领布骑兵五千人 在淮河南岸炫耀武力 吕布的骑兵都在北岸大声嘲笑着 然后撤回 泰山盗贼的首领张霸 到举县去袭击狼牙国相削剑 攻陷举县得到削剑的资重 张霸曾经答应送给吕布一部分 但没有送到 吕布就亲自前去索取 吕布的部将高顺劝阻吕布说 将军威名远扬远近畏惧 想要什么得不到啊 何必自己去索取财物呢 万一不成 岂不损害威名吗 吕布不听 吕布到举县后 赞霸等不知吕布的来意 坚守城池 抵御吕布 吕布空手而归